说起刘义军 很多人都是从这两年大火的电视剧中认识到他 他既是伪装者中的王天峰 也是狼牙榜中的谢侯爷 更是至青春里的周渠 和父母爱情里的欧阳毅 虽然不是主角 但他总能把配角刷出主角光环 因此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几年 刘义军出现在音频的次数很多 并靠着演了一系列反派走红 年近50才爆火的刘义军 是典型的大气晚成 如今事业越走越顺的刘义军 也曾经历过无戏可拍和多年沉寂 正如那句话所说 每一个成功的人背后 一定有一段跌宕起伏的经历 刘义军1970年出生于西安 小时候家住在西安电影场旁边 受环境影响 小时候的刘义军对电影很痴迷 一心就想当演员 1987年 17岁的刘义军 如愿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在北京电影学院87届表演系中 虽然刘义军是班里最小的一位同学 但刘义军是专业课排名第一的学生 在刘义军大一的时候 他就出演了电影《女贼》 并在片中饰演了男主角 遗憾的是 该片最后没能通过审核 1991年 刘义军大学毕业 大部分人都回到户籍地工作 22岁的刘义军也不例外 分配到西营厂 在人老处超全场的工资表 因为工作关系 当时有很多大导演的工资 他都知道 而在工作几个月之后 刘义军未经领导允许 偷跑去拍电影 因此被调到外地 开始从事与表演相关的工作 例如写剧本 做导演 千万别小看刘义军的剧本 因为他写过的剧本 曾得过电视文艺星光奖的二等奖 因为对表演的热爱 在1996年的时候 26岁的刘义军回到了北京 继续追寻他的演员之梦 从头开始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于很多年没拍戏 又没有什么名气 所以在当时 根本没人找刘义军拍戏 刘义军甚至会面临 刚谈妥的角色被换人 刚准备进组的时候 却被通知不用去剧组等状况 这让当时的刘义军很是苦闷 当所有的路都被毒死的时候 刘义军没有丧气 他用跑步来缓解当时的无奈 他的孤独与无奈 在跑步中被化解 留下了只有对表演的热爱 等了很长时间之后 刘义军终于等来了机会 2000年 刘义军拍摄的电视剧 中国武警一线兼兵 这是刘义军毕业之后的第一部戏 也是回到北京后拍的第一部 戏份不多 却足够让他找回当年拍戏的自信 这段时间 他大量拍戏 靠着不高的酬金来养家糊口 之后 刘义军又参演了电视剧 人鬼情缘 扮演了宁采臣 并凭借宁采臣 火遍了东亚 2002年 在电视剧《大染房》 饰演赵东初 同年 在中韩合拍的家庭剧《摩登家庭》里 饰演肖家老二 肖云天 刘义军也因此成为第一个 在韩国拍片的男星 因为热爱 所以坚持 因为热爱 所以等待 熬过那段漫长无戏可演的日子后 刘义军终于等来了 他的春天 重新当演员的那几年 刘义军虽然演的都是小角色 但也因此结识了导演孔生 《人鬼情缘》这部戏的导演是孔生 两人合作之后 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孔生的戏 只要有合适刘义军的角色 就会找他出演 因此才有了 父母爱情 伪装者 狼牙榜 让他被观众熟知 2014年 孔生导演的电视剧 《父母爱情》开播 刘义军在里面扮演了知识分子 欧阳毅 这个角色戏分不多 却是刘义军至今都很满意的一个角色 刘义军把欧阳毅这个角色的尺度 掌握得很自然 很到位 给观众呈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欧阳毅 他演出了贵族 贫穷于民 与老小孩 这三种状态 让这个角色变得更加有鞋有肉 保持了风度有趣的特点 父母爱情播出火了之后 刘义军也跟着小火了一把 后续作品也一个接着一个的播出 其中最具有代表的作品有 《狼牙榜》和《伪装者》 2015年 刘义军出演电视剧《伪装者》 并在剧中饰演角色王天峰 这是一个一针一鞋的人物 很有挑战性 刘义军饰演该角色的时候 尺度掌握自然 和主角胡歌 晋东等人对戏的时候 默契十足 随着伪装者的走红 刘义军身后而沧桑的演技 赢得了观众们的赞赏 四十多岁的刘义军一举成名 明太 一旦走出这个大门 你所碰到的所有危险 就都是真的了 行动中无所一平 没有后援 精神上人格分裂 备受摧残 时时刻刻出于险境 死亡对你来说 就是家常便饭 稍有不慎就会自我毁灭 之后 刘义军又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